母亲节快到了 你也是要雇家庭又要雇工作的职场妈妈吗 对辛苦了一年的母亲 大家想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根据主计总出105年的 父女婚日与就业调查显示 15岁以上已婚女性同时有工作 并育有子女的合计高达273万人 从YES123投资网调查发现 有高达79%的职场妈妈 是因为分担家计而选择工作 每日处理公式 与假设的时间平均高达10.5小时 也是待人的 然后常常生活上这些时间 都变成两个小孩占据了 然后也没自己的时间 生活平均不下降 妈妈就没有自己休闲的时间 其实完全是没有的 就是他们假如晚上睡觉的时候 平常都拖到半年一两点 我最辛苦的这些小朋友 从从小到小到小的这段时间 我可以每天都除了工作之外 我希望早上5点到晚12点才能入睡 在有小孩后 高达89.7%的职场妈妈透露 其实每天都有焦虑感 其中职场焦虑感主要来源为 无法配合加班 长期低薪无法分担家计 为了家室请假影响同事 或职业因小孩受限 就是连包括在家坐院子 也是一样都是用电话在联系 因为虽然我的时间少 可是配合不上 所以我只好就离职了 那我家在我们学习了 像刺青心的敬恩 所以呢 有了这个妹妹生的小朋友之后呢 我就离职专心在家带小孩 然后一边就是从事刺青的创作 在跟我老公结婚之前 我们就联所好 如果有孩子的话 我就放下工作 好 我家过孩子 那休息了一两年之后 觉得好闲喔 没事做 然后我就开始接案子 我说案子感的时候 我是可能每一每一的在座 然后就发现 其实也不行 然后后来想想 那不然自己创也好了 去应征过几个工作 那卡在一个身份 因为我有小孩子 老板讲了一句话 你的小孩子如果在幼稚园 生病了 你是不是要请假 因为这样子 我去面试了三次 通通都被拒绝 因为我是妈妈 然后又是因为我是单亲女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放弃的 而职场妈妈今年最期待的礼物 请用了名为 现金 国外国内旅游 按摩椅 笔券 充满送礼者感情的卡片 以及读前10名 相反的 职场妈妈最不期待的 母亲节礼物 前五名分别是 厨具 花束 微整型服务 以及家电 名牌包 6到10名则多为服饰 装饰品类 或者化妆保养类物品 我们解读这个职场妈妈 总经主要呢 还是来自于这个双感跟双压 所谓的双感就是 来自家庭的这个焦虑感 还有这个职场的焦虑感 另外呢 就是没有办法陪伴小孩 而要这个忙着事业的这种罪恶感 双压部分主要可能还是在于要 这个分担家计的这种 经济压力以及国会的身心压力 就是家庭的事业 是我们的身心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